去年底开放民众参观黄金博物园区内的大地馆 曾经是日本矿业诸事会社的总办公室 经过木造、砖造、混泥土造等不同时期的工法 整建至今至少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 目前从大地馆一楼二楼的窗户形式 室内阶梯扶手等细节处都可以窥见昔日的建筑元素 黄金博物馆我觉得看起来很有趣 跟爸爸、姐姐和妈妈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的是木造 日式的一构 木造的房子 更清楚可以看到我们的窗户 它是上下格子的窗户 在现在台湾来讲是很少见的这样子的一个格子窗户 所以这个部分整个建筑物的部分是有一二三层楼 那整个以木造、砖造、加强一些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部分来做 1986年台津公司结束矿业营运的前一年 因为火灾之故 二分之一的办公室被注容烧毁 仅存的空间在荒废十几年后 先是成为黄金博物馆的行政中心 今日则成为博物馆展示场所5G大地馆 那现在成为一个大地馆 全新的一个馆设的展览的场所 我们可以看到左边 这边我后边的一个屏风就是透视矿窗 以结合最现代的数位科技透视矿窗的一个整个展览馆 那它可以让我们体会到 我们原先金矿材坑道的 四坑到九坑的一个5G体验 是蛮有一个数位国际的一个矿坑的一个场所 黄金博物馆馆长就说 目前大地馆透视矿山展 透过5G技术重现采矿情境 包含VR体验深入坑道 十公尺深沉浸式互动 投影流金时光等丰富多元的金矿坑体验 欢迎民众造访博物馆之际 不妨放慢脚步细细品味 介绍为瑞芳采访报道